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這個台灣史上最大的詐騙集團 演出了這場戲 從黨內初選不斷的延後 改變遊戲規則 延後一次幹部 再延後一次 然後開始收集名單 另外一方面 就是開始做假民調 蘋果日報幹這個事 真的是史上媒體最羞恥的一天 這個事情絕對可以找出答案來 你知道我自己在告中選會的時候 我們還加告了這一樣 可是法官說什麼都不調查 不給我們傳證人 我們就在那個時候 我們不是告了中選會主委李靖勇嗎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 如果真的要打擊詐騙集團的話 先把李靖勇關起來 我們當時告了李靖勇跟陳朝見 我們就跟法官說 為什麼我們當時說我不相信817萬票 因為蔡英文從黨內初選就作弊 所以我那時說 一個人如果小考作弊 期中考作弊 期末考也作弊 畢業考突然發現說自己的阿哥在兼考 你說他會不作弊嗎 這是人性 所以我要求法官調閱2019年民進黨 6月13號開始黨內初選的電話民調 這五家民調公司給我傳一個證人來 結果法官完全不理會 完全就是沒有理就直接判我們敗訴 所以如果要真正做到台灣要打擊詐騙集團 這麼大的一個比大衛魔術更大的詐騙集團 在全國人民眼前上演 而且全國人民都是受害者 不是只有你賴清德 這種事情如果不打炸 那其他炸也不用打了 沒錯吧 來 2019年民國108年的6月13號 就是黨內初選完的第二天 結果出爐 蔡英文35.67 大勝賴清德的27.48 大勝了他8.19% 那麼這個民調呢 我們來看看啊 一看就知道作弊 而且作弊的人真的做得太差了 我坦白說洪耀福啊 你跟你哥的水準實在太差了 好來你看啊 民進黨中央黨部做出來的是 這個本黨候選人蔡英文 蔡英文是多少 36.5 賴清德是28 還放著韓國瑜跟柯文哲當墊背的 好笑的是柯文哲根本沒有參選嘛 接下來 第二個就是山水民調 山水民調呢 蔡英文是36.1 賴清德是27.2 又大贏了8.9% 還有趨勢民調 蔡英文35.6 賴清德28.4 又贏了賴清德7.2% 接下來全方位 作弊全方位 蔡英文35.5 34.5 賴清德26.6 又贏了7.9% 還有這個巡政 蔡英文35.5 賴清德26.9% 又贏了賴清德8.7% 還有這五個單位呢 平均下來就贏了8.7% 我當時看了就是說 這個作弊做得也太可笑了 好 那我們這樣子 我們呢 呃 就來看看 我不是今天在放馬後炮 我來看看哈 我們來看看民國108年的6月17號 我的臉書 你們可以上網去看 我不是今天放馬後炮 也不是我今天在奉承賴清德 或者是我今天才爆尿7-1 我當時就在我的臉書上寫下了這麼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呢 大家可以去拿來當成民調界 或者媒體界的勇者的一個典範 好 各位看啊 我一個字不漏地念 民進黨回應洪永泰教授質疑黨內初選民調的10點說明 鬧了以下幾個大笑話 在這之前另外一個勇者就是台大政治系列教授洪永泰 他質疑 然後說這是民調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這是洪永泰教授的形容詞 阿扁看了以後說打死我都不相信 尤盈隆教授也跳出來呼籲說 這簡直是太荒唐了 民進黨中央黨部 竟然出來回應了洪永泰教授10點回應 我實在看不下去了 因為那10點叫做荒腔走板匪夷所思 於是我也回應了 我是這麼說的 民進黨說民調中心分析本次初選的民調資料 無論是才式化或者手機 還是式化手機各辦 任何一種調查方式的結果 都與本黨此次總統初選的勝負判定一致 換言之 無論採何種式化與手機樣本比例 都不會影響本次初選的結果 彭文正就說 我考試科綱版作弊的考卷 給洪老師改給陳老師改給羅老師改都100分 可見我沒有作弊 好當時我就這樣消遣民進黨 第二個民進黨說 民進黨民調中心從2011年率先在全國性民調中加入手機民調 每年均執行超過50次的全國性電話民調 採行式化跟手機各辦的調查方式 為經數據分析產出的做法 並非隨性所致 且經過多次選舉結果驗證可行 彭文正說 媽祖託夢告訴我 式化手機比率應該7比3才符合科學 媽祖還寫了兩組數據 兩個理由跟一堆數據說服我 媽祖說 室內電話平均4個人共用 而且不在家或者不接的機率是手機的3倍 第三個 這個民進黨這個要打臉洪永泰教授說 他讓民進黨說 如果洪永教授如此重視抽樣理論 應該建議國民黨初選加入手機 否則他主張那30%的為手機組 將無法表達意見 彭文正又說了 國民黨甘我差事 第四 民進黨說 此次總統初選民調方式 各執行單位的成功樣本高達3200份以上 95%的信息水準以下 抽樣誤差是正負1.7% 前衛本黨民調中心抽樣 提供給五家民調單位同時訪問 在同樣的抽樣架構 相同的題目問卷 相同的訪問原則 相同的訪問訓練 相同的加選方式下執行 有相近的民調結果 才顯得出這一次總統大選的 初選民調的品質值得信賴 如果五家單位的民調結果差異太大 那才值得擔憂的是 這可見什麼 作弊的人心虛 所以洪耀福洪耀男 他們其實對於民調理論是完全不知道 他們只知道作弊 只知道這個就是 只知道這個詐騙嘛 我今天斬釘截鐵說 蔡英文你黨內初選 洪耀福洪耀男 你們三個人嚴重作弊 你有種來告我 好不好 我跟你們說 你們三個就是詐騙 就是作弊 可恥 你們覺得你們被我冤枉來告我 好不好 你告我沒有問題 好 這也不是我今天說的 我2019年就說了 6月17號我的臉書 大家可以去查 彭文正說 重陽誤差在正負17%的意思是說 95%的機率誤差會落在正負3.4%中間 結果偏偏有四家差距在1%以內 也未免太精準了 以後不用浪費錢了 黨中央自己做3000份就好啦 我的意思是說 蔡英文的民調的支持度 有四家差距在1%以內啊 意思是什麼 就作弊心虛怕人家知道 又不懂抽樣理論 也不來問 老蘇有在講 你又不聽 打瞌睡 好接下來 還有抓到了 抓到了 抽樣架構為什麼是民進黨中央提供的 這個時候洪耀福們 要國營失業和黨公職搜集的挺英名單跟門號 不就可以派上右場了嗎 嘿嘿嘿 這是我在民國108年 就是5年前的6月17號 我的臉書上直接踢爆了 詐騙集團的詐騙手法 民進黨說 無論式化或者手機樣本 都是雙方專家見證必參與的情形下 隨即抽樣產生的 並無所謂母體經過篩選之情勢 彭文正說 大衛魔術還在幾萬人的見證下表演的咧 最後 我tag 不能光作弊不讀書 第二個 我tag 彭文正是誰 第三個 彭文正當綜藝咖之前 在台大交了20年的研究方法跟統計 第四個 來咬我啊 這是我在民國108年 就是2019年 在我的臉書上 6月17號留下的 我5年前就踢爆了這個台灣最大的 詐騙集團 而且這個詐騙集團是 比大衛魔術更囂張 大衛魔術還是在那個表演場地內 還了不起就是在這個 曼哈頓 或者是在這個自由女神像 洪耀福洪又南兄弟 加上蔡英文 是在全國觀眾還有海內外 關心台灣民進黨黨內初選的人 面前跟我玩這種作弊手法 你說今天賴清德恨得牙癢癢 說他對於詐騙是深惡痛絕 而且不管有什麼勢力 他在所不惜不怕得罪任何的勢力 你說這個不是在講這個那是在講什麼 對不對大家都以為說他講論文沒有沒有沒有 我跟你們講從人性的角度來看 把人家死不了啦 彭文正因為揭穿蔡英文的假論文被鬥爭 你覺得賴清德會覺得深惡痛絕嗎 會感同身受嗎 我不是說他沒有同情心或者是沒有是非心 這個先放一邊有沒有我不知道 人一定是自己的刻骨銘心才會感同身受 自己這樣被修理 你說你能夠不感同身受嗎 更何況大家還記得嗎 他們兩個那時候在黨內初選的時候 打的是天翻地覆 然後這個民進黨呢 整個黨站在蔡英文這邊 留下一個賴清德加半個林俊憲 而且蔡英文還不斷地嗆這個賴清德 還把支持他的人都說成台獨今生 這前前後後的事情雖然已經五年了 對我們這些做新聞來講彷彿在昨日 好我們就來看看 在2024年就是應該是今年吧 我看對我今年的4月19號還做過這一段新聞 那這個新聞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呢 這是2019年那時候雙方在黨內初選的時候 一邊遊戲規則更改一方面呢 賴清德質疑要參選 蔡英文是嗆他 而且用各種網軍來包圍他 賴清德跟蔡英文在電視機前面 他們曾經有過這一段對話 而我們在今年的4月19號的政經關不了 也曾經把這段拿出來 你要說我挑撥離間也可以啦 你要挑撥離間 你要有東西可以挑撥啊 我所講的東西從剛到現在 節目過了三分之二 全部都是真實的 而且全部都是新聞的紀錄 來我們來看看 政經關不了收集的 在於2019年民進黨黨內初選前兩個月 就是在4月14號的時候 他們兩個在媒體面前公開互槍 而且我們去注意一下看蔡英文的眼神 你看有惡事沒惡事 我們大家來看 那我們也請總統能夠要求他的網軍 停止對我的攻擊 這些攻擊都對未來的團結沒有幫助 我覺得如果賴院長上網路去看一下 其實攻擊我的人遠多於批評他的人 賴院長應該都對他們都有一定程度的熟悉度 好 好